52. 香港經濟日報 奧央不排除減息 奧元6年低 2015年7月8日國際金融A20 本部信 奧州央行週二會議 一如預期維持利率於兩例不變 但不排除今年進一步減息 並指奧元很可能及有必要進一步貶值 奧元對美元應升級錯1.1%至6年低0.7416 行長 很可能及需要貶值央行五月份減息0.25離後 本月連續兩月維持利率不變 行長史蒂文斯特蘭斯蒂芬斯發表聲明 指央行今次維持息率不變是適當的決定 聲明中提及稀債危機及中國市場波動的憂慮 儘管事態發展令市場波動 但大部分主權債與信用良好的私人借貸者長期息率維持低企 史蒂文斯重新從貿易加權基礎而言 連同適利及物以本樓市企業 奧元相對應處強勢 很可能及需要進一步貶值 他最近曾形容適利部分物業市場處於瘋狂狀態 約干分析師表示 雖然香港未有公開表示今年稍後將進一步減息 但預期外制的經濟需要央行進一步減息刺激 Capital Economics澳洲及新西蘭首席經濟師 大爾斯Paul Dales表示 央行並無暗示未來再減息 但他仍認為前景進一步轉躍將促使 央行年底前減息至1.5厘水平 即較目前息率還有多半厘的減少